小唐现在的脸看起来有些辣眼睛 脸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伤口已经结痂 他说是几天前在杭州萍水西路这家 英皇美容美发店去痘留下的 之前他在这办了一张VIP体验卡 只花了29元 说是可以洗剪吹五次 11号那天晚上他就去了 那个人就说我脸上有痘痘 有痘痘说可以帮我做个面部清洁 面部清洁的话是 也是算那个五次里面的一次 是不要钱的 小唐说本来只是想去剪个刘海 没想到经不住工作人员的游说 就去楼上做了面部清洁 他盖住我的眼睛应该是用粉丝针挑的 他给我挑了很久 我就说我很痛我就不想弄了 然后他说要对我负责 然后要帮我清洁到位 弄完之后我的整个脸都是肿的 眼睛也睁不开 我当时已经意识很模糊了 小唐说美容师帮他挑了好几个小时的痘痘 接着开始向他推销会员卡 要我充几千块钱的那个会员 说我这个脸后期还要到他们店里面去做的 然后他说如果不充会员的话 就要付钱 就是说他们帮我做面部清洁不要钱 但是后面的消炎 还有他后面做了一个水蒸气的 说那个是消炎的 还有一个就敷了一个海藻膜 他说要收两个部位的钱 两个部罩的钱加起来一共是800元 小唐没有办会员卡 最终不情愿地交了760元 小唐在家躺了一天后 脸烧得难受 就到省力同德医院做检查 医生诊断结果为皮肤挫伤皮炎 目前医药费花了300多元 专业的医生说 如果你们说自己是专业的话 就不会大面积地去扣我这个痘痘 如果我全身都是痘 你们是不是还会把我全身扣掉 全身扣掉的话 我是不是会发烧 会感染 会然后甚至发生意外 做事都是自己不做的 超级正常的超痘吗 会激增 这个超痘它肯定是狗子的 这个没办法的 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我只要女性的话 都以前都说过就 人家测试过的 你知道吗 您最近有没有这个 相关的微信息 有啊 乔店长说 发炎属于正常现象 完全恢复 可能需要一个月 属于正常的呀 一开始没有修复好 我们说了等一个礼拜以后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过来 我们帮你负责 对吧 你说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是单去月的可以 没有 他首先不是这样的 你这样吗 首先他那个老板 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他的脸只要不改了 不发炎 就不是他们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自己 承担所有的责任 可能说是免费的吧 都会有这种心理 反正是免费的 做一下没有关系 这个样子 然后有点贪小皮银 这一种 他们就是抓住了 人心里的弱点 小棠的脸现在不能碰水 他说已经好几天 没洗脸了 也没去上班见人 一直请假在家 记者陪同小棠 来到了杭州市西湖区 卫生济生 行政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进行询问后 和小棠一起回到了店里 小棠说帮他做脸的美容师 姓罗 在执法人员的要求下 罗某拿来了一盒酒精棉 和一枚粉丝针 在小棠使用过的 海藻面膜外包装上 记者没有看到生产日期 随后执法人员把美容师 罗某和店长叫进了一个小间 询问去的过程 但不便拍摄 根据这版新销法规定 经营者自营业执照 核准登记之日起 六个月后 方可发放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 前面提到美容师向小棠 推销办卡 其实都是属于违规操作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